一辆辆乙军坦克在以色列加萨边境连环发射炮弹 CNN团队曾经在2021年 在同样地点报道过尾巴冲突 只是记者说现在跟当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乙军已经连续6天日以继夜24小时不间断轰炸加萨 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从上周六七号开始已经对加萨投放了6000枚飞弹和炸弹 还有巴勒斯坦人在自家阳台拍到飞弹来袭的瞬间画面 飞弹呼啸而过直接击中眼前的大楼 瞬间尘土飞扬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吓得民众赶快躲回房间内 根据巴勒斯坦当局统计 加萨已经有超过1500人死亡 其中有500名是孩童 42.3万人流离失所 另外至少有752栋建筑被移为平地 另外至少有752栋建筑被移为平地 超过2800栋民宅受损 就连难民营也逃不过抛袭 巴勒斯坦平民只好徒手慢慢掰开水泥碎块 想办法救出受困同胞 但依旧无力回天 情况惨到救人去救人的医护人员都遇袭 还得靠其他救难队赶来抢救 尽管如今陷入生死浇灌的状态 加萨还是出现一丝丝未来曙光 有小婴儿在当地医院出生 不过以军为了要彻底消灭哈马斯 再度下重化捍卫抛袭行动 面对这样的惨况 加萨人痛批以色列根本不是人 随着冲突进入第七天 以军的炮袭依旧没有停过 以色列更通知联合国呼吁要瓦地 加萨河以北的110万人在未来24小时内往南撤离 这个动作表明已军准备大规模进攻加萨 不过哈马斯却发出声明 要加萨人民待在家里 不要理会以色列的警告 到底是该走还是留下来 加萨人正在陷入两难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